哈囉大家好,我是葉緹老師 土木系在幹嘛?第五集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土木系的工作方面 欸,我們任何的行業都會有供給與需求 在土木這個行業呢,其實供給就是民生啦 有人說過一句話就是有民生的地方就有土 所以不論你看是蓋房、造橋坡路、河川、隧道等等的 只要有民生的地方就有土 這個行業雖然沒有像科技業這麼的日新月異 而且非常的近 但是它其實也是敗的喔 就是它不會隨著時代被淘汰 因為不管任何時代都一定會有民生的需求 人總要吃喝拉撒睡 所以說有時候你看科技業 它可能要追著一些最新的語言在跑啊 最新的技術、人工智慧在跑 如果你不追,你就可能就會落後 那但是土木不一樣 土木是你放越久越值錢 因為土木在做的東西我覺得和科技業有點相反過來 科技業在做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是它可能是會有一個問題的存在 那我利用科技的發展去解決一個難題 但是我認為說土木的現場可能不是 土木遇到的問題每個都是很簡單的 你可以隨時就想得出來 但是呢,它難在於它的變化 我們要完成一個案子 我需要中間好幾關 如果其中一關卡住了,我可能就做不出來 所以它很吃經驗 你要有一個事先準備 那臨時變通 這幾個功能 就是...舉個例來講好了 比如說我念資工 我可能要解決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我要設計一套很難的 我有一個明確的問題 我要設計一堆程式嘛 那我可能就是要寫個幾千幾萬行程式嘛 比如說我做一個電動車 特斯拉的這個 智慧系統 那我是不是就要... 我有一個這個目標之後 我就... 寫很多程式嘛 然後這樣去解決這單一個問題 就是我要讓我的車能夠跟我對話 但是做土木不是耶 今天的問題都很簡單 但是...就比如說我今天要... 路上坑坑洞洞 就是議員最常說的 馬路上都是洞 我要解決這個道路的修補 很簡單的問題 那...我要怎麼修補 首先我必須知道我修補 需要用哪些材料 我要用哪些機具 那身為在一家公司裡面 我要知道 我有什麼人可以派 我有什麼車可以派 那我要花多久 那...車輛有限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去調度這些人力 那我其實這個... 在這個修補的過程中 今天我的業主要求我說 你修補一個洞 給你一天你要修補 可是呢... 實際上的情況常常是 這個東西如果順利的話 其實兩三個小時他就做完了 但是不順利的話呢 你今天就不用做了 什麼樣叫不順利 我到了現場 人都到了 師傅都到了 我其中一個東西忘記帶 欸...那我這樣回公司呢 再回來現場 一來一去兩個小時 那我今天整天工作八個小時 你來回兩個小時 師傅在那邊等你算錢 是不是這個時間就浪費掉了 對...不只時間浪費掉 你工作也沒有做好 你很多時候就是一種卡住啊 對...但是你說... 東西忘記帶 這個...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對... 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隨時都會面對很多個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有一連串 你需要去變化 你需要去事前準備 就是這個事前準備 我覺得是很吃經驗的部分 如果一個有經驗的... 呃...帶領者在工地裡面 那他...呃... 就可以避免很多這種事情發生 那個東西帶了沒? 你的料叫了沒? 你的料叫多少? 你的...你的...你的... 你的...你的車子能不能載? 夠不夠載? 你的鑰匙有沒有帶? 這類的東西... 其實在現場都是很常發生的 這是... 我第二份工作啦 這是我在第二份工作現場經驗學到的 那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說 我們土木行業有分三個方面 一般來說我有需求的業主 業主可能是... 我要蓋房子 或者是... 我政府機關要鋪馬路 那通常啦... 在土木業來講 我們的... 工作來源有分成兩大塊 一個就是說政府的標案 因為...誰最有民生需求 就是說政府機關嘛 我要鋪馬路 我要造橋 我要蓋什麼運動中心 其實... 呃... 政府的案子 在土木業大概佔了有六成 也就是說我們要用政府採購法 去做標案的 大概有六成喔 那剩下的四成就是私人的案子 像是遠雄集團啊 嗯... 潤太集團啊 就是一些... 蓋這種大廈啊 這種... 就是類似啊 我只是舉例 對那這種... 蓋建案的也... 或者是台積電 台積電要蓋廠房 這種就算是私人的案子 那私人的案子 有他們自己的走法 那公家機關的案子 就是... 我們要走政府採購法的部分 他會比較自私 因為... 法律就那樣嘛 你...不管在台南在台北 你...領多一些細節大種小異 但是整體來講 我們都是要遵守政府採管 所以說... 呃...私人的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沒有帶過私人的... 呃...業主 但是我在... 呃...如果你做過... 機關的案子 你就會知道啊 他其實流程都大概就是那樣 那... 那...對 這就是業主有需求 那今天有了需求之後 是不是就有一個... 施作方 就是我們的廠商啦 今天業主出來 啊...廠商也出來 是不是就可以開始做了 但通常呢 我們還有第三方 叫做監造設計方 好...我... 業主說我今天我需要一個功能 我需要一個... 馬路 我需要一座公園 那廠商說 我有能力蓋一座公園 但是中間是不是還缺少了什麼 對 我們要有人畫出一個公園的設計圖 那這個時候 這個東西就叫做設計公司 那我們通常會講... 不會講說設計公司 我們會講 他是一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因為他不僅要設計 他還要監督 對...在實務上 我們設計和監造 常常是合在一起的 因為說我... 我今天設計了一個... 一個圖 我今天設計了一個尺寸 那我同時也要... 派人去監督你說這個尺寸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 合在一起的工作會比較順啦 就是我們的工程顧問公司在做的 就是設計監造 對...所以這個一個案子啊 我... 業主機關 其實就是... 我們的機關 政府機關 發包出來給... 給這個... 顧問公司 其實也是一個責任的委託啦 就是... 我今天出事情呢 其實... 第一關還有說... 我這個...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幫我扛住 不會說什麼設計監造 都是丟給小小的公務員 那... 那...就其實很... 風險很大 因為其實你... 小公務員他... 很多東西都其實還不太懂 當然沒有這種工程技術公司的 那工程技術公司裡面...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裡面 通常都是... 建築系 負責設計 那... 監造方面就是... 可能會請... 比較有土木食物經驗的人才去做 那當然啦 施工方是最... 你食物方面當然要是最強 所以當然啦 你... 三方裡面 我們會稱為業主方 叫甲方 那我們施作的這個... 施工廠商叫做丙方 那中間這個設計加監造的 這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就叫做乙方 這樣加乙丙三方 那通常乙丙就是... 設計監造和施工的 會... 會比較懂工程 那... 業主部分呢 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政府機關裡面的... 承辦人員 他會比較懂一些法律流程 然後... 怎麼去應對 然後怎麼解決民眾的需求 議員的需求 立委的需求 甚至是里長的需求 喔對 那在這樣的作業方面 我們三方會達成品 那... 各位注意 我們講政府採購 其實是蠻新的一個... 說新不行說舊不舊啦 就是跟... 民國...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建國也才一百年 我們在前面日治時代啊 其實土木的發展其實很早很早就有了 在日治時代一直延到今天 他中間... 變革了很多次 改革了很多次 對 土木其實就是一個歷史的脈絡 其實從... 我看之前看那本台灣營造業百年史 台灣的這個... 營造進步真的是很多 因為... 甚至是以前也不需要有 沒有祭司制度 也沒有什麼營造業規則 甚至政府採購法也是到很後面才有 對 今天講的大概是這個... 土木系的架構 那... 至於說你說 如果你是一個土木系畢業的學生 你要走哪個比較好 說實在 我工作到現在 我... 我當時我考上祭司的時候 我... 甚至一點工作經驗都沒有耶 我在土木系的時候 學了一堆東西 我在土木系學了東西 假設我今天是小白是這樣 什麼都不懂 我土木系學了一堆東西 學到這 然後我以為考到祭司是到底 實際上... 哇... 你會發現說 考到祭司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門檻 甚至說... 他... 他用的東西在食物上很難被用到 因為... 怎麼講 我會覺得說... 真的... 就跟柯文哲之前講說 當了醫生之後發現 你課本裡面只有10%用得到 我現在也有一點這樣的道理 你食物上你要分能賺錢的知識 和不能賺錢的知識 不能賺錢 但是你必須要會的知識 但是學校教的是完全就是... 跟... 不太會讓你賺錢 然後... 也用不太到的知識 到了現場才發現 你必須會得一次另外一套 你必須會又可以賺大錢的 又是另外一套 比較... 更... 恩... 社會學一點的東西 對... 恩... 對...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 我現在反而覺得 當時我考上期是覺得 哇... 是不是在土木系已經封頂了 現在覺得說 哇...我完全沒有封頂 我現在... 只是拿到一張門票 在...我現在覺得... 有點覺得說被大學騙的感覺 但又有點覺得說 大學就是應該教這學 因為畢竟... 大學它的目的並不是職業訓練所 它並沒有要讓你... 成為一個... 很會做... 擋土牆的一個專家 或者是很會... 低模板... 灌混凝土的一個專家 並沒有 這些東西學校都... 沒有教 它教你的是一些... 概念 全部都教一點 但是每個都沒有到很專精 比如說... 但是每個都是一些核心觀念 就是你那些... 工人絕對不會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 我混凝土的攤度是多少 我... 混凝土要怎麼配 裡面大顆石頭 小顆石頭 然後... 水泥的比例是多少 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你必須知道 如果人家亂搞 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 但是實際上工作呢... 根本就... 你不需要擔心這些 因為... 混凝土廠都給你配好好的 就是說... 你學到的都是一個概念 你現實生活中 早就有很多東西給你解決了 就像說你... 就有點像是... 我舉個例啦 就有點像是你今天在... 學校... 寫程式 那... 你要知道... 你要寫一堆... 表格 然後X加Y等於多少 結果一出社會 你會發現... 這些東西... eSale都幫你做好了 你要的就是... 付費下載一個eSale 並且... 請了員工... 幫你用eSale 然後... 產出報表 賣給其他人 這是有點像是現在在做的事情 但是... 你說你要不要知道eSale的原理 你... 當然多少要知道一點 但是你說你真的需要自己去做 那些... eSale都... 就能做的工作嗎 其實... 根本沒有必要嘛 但是他跟你講eSale的功能 你要不要懂 你還是要懂 就有點像是這樣 你... 你什麼都要會一點 你要知道他的原理 為什麼 很多... 其實很多東西... 土木系來講 你要說做現場 那些... 做實作的東西 我完全比不過那些... 做了... 五年... 十年... 二十年的師父 他們懂得太多了 他們甚至... 用講的就可以 根本不用看圖 你知道嗎 就是... 我要做一塊... 我要做一個... 東西 啊... 就算我新手我要看圖 看很久還看不懂 說... 我沒辦法把一個2D的東西 一個畫在圖上的東西 想像成蓋出來會是怎樣 但是其實功力主任他們都講說 喔...我這邊要蓋一個... 當土牆... 幾比幾... 講一下... 我蓋給你看 就是這樣 所以對他們... 對現場... 很有工作經驗的人來說 圖並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 它... 只是... 對他們來講... 它只是一個... 一些細節可以看 就是... 我忘記這個是130公分 還是140公分 那我看一下 就像這樣而已 但實際上... 大致要做什麼... 他們其實都知道 但是對我來說不一樣耶 我根本沒有現場經驗 我根本不知道... 你這個圖東西蓋出來會長怎樣 我根本還沒有看過 那... 在這樣情況下 我就會非常依賴圖 但是雖然依賴圖來講... 也沒有用 因為他們圖有些... 也不會畫到太... 寫太明確 因為... 有些東西對他們來說就是常識了 你知道嗎? 就像你今天在做一個數學題目 你不會每一題都給你提示 括號說... π等於3.14 不會嘛 你就是寫個π嘛 啊... 你要說它沒有解釋嗎? 呃... 這... 因為... 這個對他們來說就是常識的 所以有些東西它不會寫在圖裡 你當然可以去法文 但是這樣法文會顯得很...很智障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常識 對... 這個可能是... 剛出... 剛出來土木界要懂的 那... 對我來說呢... 我考到技師 可是我卻連這個都... 不會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算是... 剛出社會比較吃... 吃力一點的東西 嗯... 他們很多人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這樣來講... 不能說有好處 但是他們... 就很強 就...真的是現場很強 對... 所以... 但我問過我的老師說 為什麼... 學校不教這些... 工作上很實用 他就說... 那時候他也跟我講一樣的那個理由啊 他就說... 學校不是職業訓練所 你那些東西外面... 一學就會了 反而是有些東西你... 如果現在不想通 你可能一輩子就想不通了 有些... 你考試要考 就是說... 呃... 道路設計 為什麼... 轉彎的地方... 要有一個... 高超... 超高這樣... 對... 它可能就是跟你的... 那種... 淨力學的那個原理一樣 就是它會有一個... 轉彎的慣性 類... 類似這個啦 或者是說你... 在打樁的時候 你把一根... 柱子打進土裡 叫做打... 打樁 打樁的時候你的... 摩擦力是什麼... 什麼... 它是跟什麼有關的 這些你都要知道 可是現場不需要知道這些啊 現場就是... 我樁打下去... 打到... 打到緊就好啦... 對不對 根本沒有在管那些什麼... 我們有一些叫做什麼... 標準灌入試驗 它的... N值是多少... 欸... 工地好像... 沒有人在管這個... 它們要管的是什麼... 我花錢... 叫實驗室來... 有沒有過... 沒過再打... 有...有過... 就...就好了... 對... 它們不需要去了解這塊... 好...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稍微... 小聊一下... 農務現場的一個實況... 下一集再跟大家聊... 正希好... 就先這樣... 掰掰... 阿是...